據《星島日報》報導 35名聲稱異務的大律師 因為在代表反修例示威案中的被告時 直接收取612人道支援基金 發出的支票或現金 而非經由聘用的律師事務所接受支付 被香港大律師公會發信 指令各人在指定的限期內 以書面回覆解釋原因 據報至涵內容指 35個年輕大臟 在2019年至去年期間 分別代表一批在裁判法院 或區域法院的反修例案件被告 部分聲稱異務的大律師 更以每日薪酬3,000元 去到6,000元不等作收費 而且繞過律師行 由612基金直接簽發支票給他們 不但35個大律師行為 有涉嫌違反大律師公會行為守則之嫌 專為反修例示威者 提供經濟支援的612基金 和這批律師的交涉手法 亦惹來很大爭議 為何612基金 要向這些義務大律師付費 而且是直接繳付 而非慣常地 經過律師事務所繳付呢? 612基金5個信託人 包括大律師吳靠爾 天主教香港教區榮優主教陳逸君 歌手何韻詩 嶺南大學前學者許寶強 以及前立法會議員何秀蘭 早前涉嫌違反港區國安法被捕 警方國安處調查發現 有大臟和律師 而向司法機構聲稱義務代表被告 但就收取612基金籌金 涉作出專業失當行為 據悉 警方國安處在調查612基金期間 檢獲大量文件 證實有35個年輕大律師 私人執業連資均在5年以下 他們都繞過獲言聘的律師行 直接從612基金收取簽法的支票 警方國安處將相關的文件資料 提供給大律師公會跟進 截至今年4月30日 警方共拘捕10278人 涉及反修例運動 而至今只有2850人被檢控 當中涉及的律師費 相信是天文數字 可謂長租長有 612基金在去年6月公佈的年度報告顯示 法律費用和借出的保釋金 佔81.3% 金額超過1億7300萬元 究竟612基金 有否其他黑幕或涉及違法行為 希望執法機關擴大調查 為廣大市民揭開真相 接下來 請見到後面 的信息 我們稍見